故宮出借珍品翠玉白菜給南美館 日前去發聲點藏人員打開展櫃 在翠玉白菜旁簽署文件 而故宮南院的庫房還被控遭人無故闖入 故宮院長蕭宗皇今天到立院備詢 強調年底會會整相關的SOP 完成法律會編 也強調同人忽略了標準的作業程序 針對違規禁庫的部分 已經要求懲處名單重提 我們真的覺得你看這個動作 真的好像在簽 簽收快遞一樣 一直尋舊炮生濃濃 因為故宮出借珍品翠玉白菜給南美館展出 卻被人拍到故宮和南美館工作人員 交接時直接打開展示櫃 在距離翠玉白菜不到三公分旁 簽署文件被批評 無視對國寶可能的危害 故宮院長蕭宗皇八號到立院被尋 平民被朝野立委追問如何處置 如果今天那支筆去碰觸到 這個翠玉白菜你可以說它是安全的 你可以認同你的處長說 這個是一個小疏失 沒有按照標準作業流程 標準作業流程的話 是應該把簽名的部分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在博物館來講的話 那個專業素養 基本上來講還要再信念 我們目前內部盤點 還有沒有其他SOP是不足的 命令通通翻出來 然後做一個總盤點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在年底的話 會有一個故宮的法令會編 此外針對故宮來源的庫房 被控招人無故闖入 蕭宗皇強調 要進入庫房 一定要把原因 時間姓名等 簽報首長 這次狀況發生在沒有文物的 進空庫房 因為廠商更換 不在原提報名單的人員 會議規定嚴加懲處 立委關心政院是否為故宮降級準備 蕭宗皇強調 故宮的組織改造是政院權責 以目前來講過於激烈的組織改造 對故宮不利 此外對於520後是否留任 蕭宗皇表示還沒有被正式徵詢過 如果可以願意和同仁繼續打拼 記得陳阿欣謝正寧台報導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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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сер